嗨,我是贝贝 我是小鸥 我们刚从北欧度假回来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待了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有关北欧的趣事吧 在丹麦,猪可比人多得多 瑞典的森林里住着四十万只驼鹿 而挪威每年要出口将近一百万吨的三文鱼 这得多少鱼啊 挪威和瑞典境内都有海拔较高的山 于是他们就嘲笑起他们的丹麦小伙伴 因为丹麦最高的山峰只有一百七十米 丹麦是北欧国家中最小的一个 挪威和瑞典相比之下要大得多 但若算上归属于丹麦王国的格林兰岛 丹麦就明显是大赢家了 丹麦人选择了游逼天鹅 作为本国独具特色的国鸟 而挪威人与瑞典人 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驼鹿作为国寿 如果论咖啡饮用量最大的国家 北欧国家名列前茅 这里的人每人每天平均要喝上至少四杯咖啡 这样瑞典人和挪威人就可以一宿不眠 精神抖擞地看美丽的极光 但如果论即喝酒 丹麦人可就是老大了 所以在北欧游玩的时候 不妨试试能不能像当地人那样开怀畅饮 当然也一定要去看看那些国鸟和国寿 美丽的游逼天鹅与呆蒙的陀路 对了 我们在规划此次北欧之情时 从这两个网站获取了不少灵感与实用信息呢 别忘了关注哥本哈根旅游局 记得观看我们的其他几部短片 便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